自从维密的内衣秀走红全球之后 各大超模都已戴上翅膀 在这个梦幻舞台上走过一圈为荣 今年的维密大秀即将打响 而且就在家门口 上海 这次入围的中国超模除了四朵金花 大表姐刘文和仙姑和岁 西梦瑶和居小文 还特别为中国留意下了最后一张入场卷 而这个人选将由中美合办的大型时尚类选秀节目天使之路选出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火了许多年的全美超模大赛 和中国版的爱上超模 这是维密秀在全球首次以真人秀的形式选拔超模 30名模特将进入为期80天的维密天使 养成魔鬼训练营 24小时不间断拍摄 完成节目录制 其后 实力偶像时尚iCom 顶级超模将出任导师言传声教 有走过维密的中国超模西梦瑶和秦舒培 全美超模的摄影师Youti以及男模金大川 三位维密品牌代表将组成官方评审团作证评段 包括维密御用摄影师Russell James 维密专属造型师Zen Roberts-Ressi 以及维密官方选角导演John Fiver 最终冠军将直通维密秀场 这场注定血雨腥风的厮杀从长城开战 由超模西梦瑶带领重选手 在粉色的长城上走了一场闪瞎眼的大秀 30名选手还没登场多久就要淘汰一半 最后更是只选出一人 在这张金闪闪的入场却诱惑下 这群超模们毫无意外地开始了攻斗大戏 有打着知名前男友名号的白莲花小主 陆瑶一亮相就是说自己的前男友李荣浩 他说他们在一起 使李荣浩还不是写模特的那个人 他希望通过参加这个节目来找回自信 后来更在评委面前表示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 之前被医生断言可能活不过15岁 不懂中国综艺卖惨套路的外国评委们一脸so sorry的表情 不过他们觉得陆瑶有些太瘦了 看起来不健康 不过积极乐观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有说前男友的 就是比还有说现男友的 曾经参加过爱上超模 但是中途退赛了的康亚新Neomi也来了 他说自己是男友狗 时时刻刻都要和男友黏在一起 这次来参加还是男友鼓励了好久才来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男友怎么也不会是个普通人 他的男友参加过中国有西行 不过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为此Neomi还微博discord节目组 除了这种个人表现时刻之外 他们在日常相处中也是离不开明朝暗讽 被受人质疑的就是潘家纯 翻白眼骂脏话随口就来 映照台步也似乎没一个型的 长得也并不出彩 即使这样还在不停质疑评委的审美 当其他选手假装要施展姐妹情义时 直接白眼回应 还有一位阴阳怪气小天后 导演夸谁就嘲讽谁 还祝他们百年好和 更是其他表示 如果大家和谐的话就不好玩了 真真是一出好戏 当然 撕逼归撕逼 他们倒是还没忘了过来的目的 三位严格的评委 也看到了不少选手亮眼的地方 你最看好哪一位呢